上一项谈到,张仪呢,积极谋划连横,秦国和魏国韩国搞在了一起,还从魏韩借道向东远征齐国,齐威王为派匡张统兵应战,而这位匡张名声啊,不是一般的坏,全国人都骂他不孝,只有孟子尊敬匡张。 那么,以孟子这样一位国际一流学者,还是一位本该特别注重孝道的儒家学者,价值观,怎么就和广大人民群众蛮拧呢? 还有一点要考虑到,那就是,齐国一向以民风开放著称,道德底线并不太高,所以如果齐国人都骂匡张不孝,那么匡张的不孝一定特别过分。 但孟子的雄辩之处在于,认为不孝这个罪名啊,太宽泛,到底哪些行为属于不孝的范畴,需要调分履齐一下。 这一分析,分析出了不孝一共只有五种表现,而匡张的所作所为,连一种都不占,那怎么能说匡张不孝呢? 在孟子看来,说匡张不孝,是对不孝概念的滥用。 匡张的所作所为,其实不是不孝,而是责善,责善本身啊,并不是罪过,而是朋友之间正确的相处之道。 匡张错就错在把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,用在了父子之间,导致了和父亲呢,断绝了往来,被人们看作了,不孝子。 孟子所谓责善,责备的责,善良的善,是古代伦理的一个经典概念,意思呢,是以善相责,要求别人做到更高的道德标准。 好比啊,某人呢,经常打老婆,被你看到了,如果你胆小怕事,可能会这么想,毕竟呢,我不认识他,不太好去干涉别人的家务事。 但如果你不但认识他,而且呢,还是他的朋友,那么按照传统儒家的君子伦理,你就有义务去责善,告诉他啊,打老婆是不对的啊,要改。 哎,如果他不以为然,你就要加大力度,苦口婆心。 但是,如果把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拿到父子之间,那就不对了,这会啊,伤感情。 儒家伦理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,所以会表现出帮亲不帮理的样子,所谓子为父隐,父为子隐,对至亲骨肉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包庇。 而如果反过来,帮理不帮亲,那就破坏了伦理的根基。 所以孟子说,父子则善,贼恩之大者,这是儒家的一个经典命题,意思是说,父子之间搞责善,这套是最伤感情的,不应当。 如果父亲为非作大,儿子倒也不是不能劝,甚至很应该劝,但不管怎么劝,怎么拦着,都要以不伤感情为前提。 狂张上了负责感情,父亲不肯见他,哎,那怎么办呢? 根据孟子的描述,狂张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赶走了,终生不要他们侍奉。 他认为自己如果不这么做的话,罪过就太大了。 也就是说,狂张觉得,既然自己的父亲拒绝了自己的侍奉,那么自己呢,也要拒绝自己的老婆孩子的侍奉。 这个逻辑在今天看起来,实在很难理解,但在当时呢,很为孟子欣赏。 那么狂张的父亲到底做了什么事,以至于狂张,非要则善呢? 孟子呢,没有讲,但战国策给出了答案。 狂张的父亲啊,真的是搞家暴,下手呢,还很重,把狂张的母亲打死了。 这个还不算晚,打死之后,连个正经的安葬都不给,就在马厩里呢,刨个坑,把人埋了。 今天我们站在狂张的角度,肯定觉得,是可忍,殊不可忍。 但狂张,能怎么办呢?报杀母之仇吗? 凶手偏偏是亲爹,如果继续侍奉亲爹,做个孝子吧,这个情感上恐怕也很难接受。 狂张的境遇,给儒家提出了一个伦理难题。 当亲爹杀了亲妈,这儿子到底该怎么办? 孟子对狂张的认可,也给今天的社群主义伦理观,提出了一个难题。 大家伙共同认可的是非善恶,究竟该不该成为价值观的准绳呢? 在当时的父权社会里,父亲的身份具有绝对优先性,相应的,相对于女性、男性身份也具有绝对优先性。 这两大优先性叠加起来,狂张的正确做法,也就只能是继续给父亲尽孝,别惹父亲生气了。 但还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,当给父亲养老送中之后,该不该把母亲的尸体从臭烘烘的马厩里挖出来,给一个体面的安葬呢? 儒家特别重视葬礼,亲人死了可不能随便埋了,何况,狂张的父亲已经死了,狂张再怎么安葬母亲,父亲呢,也不会生气了。 改葬总该说是合情合理的吧,但是并没有,狂张就这么听任母亲的尸体在马厩里边埋着,哎,这个到底,符不符合孝道呢? 竟然,真的符合孝道,而且直到两千年后,这件事还被人拿来当成孝道典发。 那是明清之计,大学者黄宗熙为自己安排后事,想用石床和石学代替官国。 有人不理解,他就解释说啊,虽然用官国安葬死者是古今之通义,但改变一下也并非就不可以。 对方又问,那如果等你死了,你的儿子不顾你的特殊安排,还是要用传统官国来给你下葬,使父亲不至于违背圣人之道,这也是可以的吧? 黄宗熙很生气,呸,这叫什么话呀? 孝子置办丧事,诚信永远是第一位的,诚信精神可以传达到阴间,所以鬼神才会过来享用祭品。 一旦不讲诚信了,人间和阴间的沟通渠道就被截断了,就算有再丰盛的祭品,祖先呢,也享受不到了。 所以孟子敬重邝章就是因为他不欺死父,即便他的父亲很坏。 这段问答,鉴于黄宗熙的小文章《藏志或问》,短小金汉的讲清楚了孝道当中的诚信原则。 所谓不欺死父是邝章身上的经典标签。 说的是父亲虽然死了,但他这个做儿子的依然不肯违拗父亲的意愿,也就是说,邝章并没有改葬自己的母亲。 好,我们说回邝章带兵出征的事。 战国策交代了事情的经过,齐为王派邝章迎战秦国侵略军。 两军对峙之后,不断又使着往来。 邝章借这个机会,安排了一些齐国士兵,换成了秦国军人的军服和旗帜,混进了秦国军营。 有侦察员向齐为王报告,说邝章带着军队进入了秦国军营。 齐为王没知事。 没过多久,又有侦察员报告,说邝章带着军队投降了秦国。 齐为王还是不知事。 前线报告是接二连三,都说邝章叛变了。 有官员来请示说,这么多人都做出了一模一样的报告,显然邝章是真的叛变了。 大王,您倒是赶紧派兵打他呀。 齐为王不以为然,邝章这不是明明白白没叛变吗? 为什么要打他呢? 说话之间,捷报传了过来,邝章打赢了。 秦国啊,服软了。 左右近神问齐为王,您当初怎么笃定邝章没叛变呢? 齐为王答道,你看啊,当初邝章的母亲得罪了邝章的父亲,被杀死埋在了马厩里。 我任命邝章为将军的时候,勉励他说,您的能力很强,一定能打赢。 等您啊,得胜归来,我一定安排好改葬您的母亲。 但狂张说,我如果想改葬母亲的话,自己呢,早就办了。 只是因为我母亲得罪了我父亲,而我父亲没留下遗嘱就死了。 如果父亲没交代过让我改葬母亲,而我自作主张去改葬的话,那就等于欺骗死去的父亲。 我呢,不敢这么做。 齐为王做总结说,如果一个人作为儿子不欺骗死去的父亲,那么作为臣子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君主呢? 齐为王讲的这个道理就是,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的政治哲学。 汉朝以后,国家呢,总是大力推广孝道。 哎,这个道理就是在这儿的。 皇帝并不在乎大家呢,是不是孝子,但很在乎大家,是不是忠臣。 所以我们理解孝道不该停留在伦理层面,而是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才行。 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,就会发现很多当时匪所思的安排背后,都有必须如此的道理。 最后留下一个问题,如果邝章的父亲并没有家暴,只是和邝章的母亲离婚了, 那么在邝章的父母过世之后,邝章对母亲该怎么做才符合孝道呢? 欢迎在留言区,谈谈你的看法。